議員提到為什麼NHK,BBC,中央台看不到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尤其是中央台 就是去轉播一些外國的電視頻道的時候 不是說不想轉播 而是說中央台去買這些節目回來的時候 它都是限定了地壁範圍 換言之就是我去買一個 某一個體育節目 或者是某一些電影 電視台不是自己去製作電影 不是自己製作體育節目 例如籃球、足球 不是它自己製作 它都是轉播 它向這些機構買這些頻道 買這些信號回來的時候 它是嚴格規定了播送的地域範圍 換言之就是說 譬如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僅限於中國內地來傳送 不包括這個特別行政區 如果它是將這些信號來轉送特別行政區的話 往往都會承受一些風險 所以就是說現在是 有一些其他的外國電視台 或者是中央電視台 有一些的節目 或者頻道未能夠轉送過來給澳門 這都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所以變成就是說 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尊重知識產權或者版權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來轉送這些頻道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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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